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妍 你疯了吧 到底是魔族的人出招果然很多 我看这次凤九怕是难敌了 小妖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妖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华又坏我的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国前 要将上君之血滴入巨马腹中 待一日一夜巨马沉睡后 方能摘果 是以奖品隔日发放 诸位祝贺九哥 你恭喜啊 恭喜你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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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怪我一心 谢谢 太厉害了 好 好 拜见帝君 感觉如何 我没事啊 我 我怎么了 你当真毫无所感 罢了 帝君 我到底怎么了 无须多虑 只是一股邪气侵入到你体内 我已为你驱逐出去 多谢帝君 我看你的秋水毒似乎有些腐发 那天啊 平日里要多加调心 你还要多加调心 还请帝君看在我父亲的情分上 能够把瓶泼果让给我 既然如此 那就拿去吧 谢帝君 可是 可是九哥公主那儿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交代呢 无妨 我本就没打算让她拿到瓶泼果 帝君他 为什么要用一篮子盘桃 来换掉瓶泼果 他明明知道 我有多想要得到那颗果子 为了得到那颗果子 我有多用心她也是看在眼里的 为什么还要换掉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息怒我吗 九哥公主 九哥 请留步 老师并未在附近 我是为着老师 特地来寻九哥公主的 其实 这解忧犬泉旁的瓶泼果 我也一直想要 所以 所以我前夜特地去求了老师 没想到老师 立刻让连宋殿下 去取了一蓝盘桃 从女君处换来了瓶泼果给我 我知道 这次参赛 你是为了瓶泼果去的 心中思来想去 还是该同你讲一声 所以 你在比赛之前 就已经知道 我们拿不到瓶泼果 是啊 那 你的那颗瓶泼果 你愿意分我一半吗 你愿意分我一半吗 你要我拿什么换都可以 我此次专门来告知公主 就是想公主明白 这瓶泼果 我不能同你分 此外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从此 还劳公主离老师远一些 此外 此外 还劳公主离老师远一些 此外 恕我不晓得你为什么 同我讲这些 那既然 瓶泼果 你不愿意分我一半 那你我之间 也没什么好说了 我知道 这样的话由我说出来 公主心中定然十分不愿 但我也是为了公主好 这些时日 老师对公主另眼相待 想必公主心中 也有所动摇吧 老师她不知 活了多少万年了 先手慢成 也难免感到无聊寂寞 凡事爱个心弦 九哥公主 你确实聪明美丽 或许觉得老师有情于你 也实属情理之中 但老师 他只是将你看作一个 不同以往的新鲜玩伴罢了 若是公主深陷其中 只会徒增伤悲 你 我早就知道了 我很早就明白了 你